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赚点辛苦钱 给大爷和大娘 大姐 开两间甚好的厢房 剩下的钱你们拿去活命吧 谢谢公子 谢谢小姐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 我这前官代理有一马那姐 这时间真好 鱼皮瓜子 你看外面 又香又好吃的鱼皮瓜子嘞 看看 你们这儿是不是卖鱼皮瓜子的 是是 鱼皮羊皮水牛皮 什么瓜子都有 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中年妇人 每天每天都在磕这种瓜子 一直磕一直磕 一直磕 一直磕 你们看看那边 我终于知道赵管师为什么这么喜欢磕瓜子了 我也是 可是 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比如说 还挺好客的 那你要是觉得好客的话 我再去买点吧 好啊 你去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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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忙啊 站住 娘 你看 我拿到银子了 原来是贼窝啊 这是我们的钱 我跟你们说 熊根本不可怕 要钱跟我说一声 我这人很大方 他挺有钱的 施舍给你们一点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你们可不能偷啊 对不起啊 姑娘你拿回去吧 我们再想办法 我们不是小偷 我们是逃难过来的普通百姓 我是打铁的 他是卖不了的商贩 还有 他们是厨子 我 我们都是离国人 你们是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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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啊 那你们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啊 我破后 我们的村庄 被天元国的妖怪给烧光了 好不容易休养生息了几年 又碰到了天灾 天灾流离了几个月 才来到这淋渔城 本是逃难 能再一余活命就不错了 谁知 碰到了这里的太守 争争相依 他 他定说我们是黎国人 就抢走了我们身上所有的钱 要不是靠着阿毛偷来的粮食 我们早就饿死了 那个太守 只知道欺负我们离国人 毁了我们的家园 还抢光我们的钱 我看你们都有手艺 干嘛不自己找点活干一干 非让这孩子来投机摸狗的 这淋渔城也挺繁华的呀 公子有所不知 这淋渔城 阶级分明 没有人会雇佣我们这些流民啊 不仅如此 因为我们是下的人 他们一不高鞋就打我们 如果我们反抗 就会被关进大牢 我们身无纷纷 想离开这儿也离开不了啊 我们身无纷纷 跟人家三自然 疼吗 好疼 这个钱 你拿着 带着你娘去买好吃的 谢谢姐姐 那个太守在哪儿 姑娘 你千万别去招惹她 她是此地藩王清典的一品侯 这整个淋浴城都是她的人 为师浩尽修为 也只能封印妖王两立 守好灵灯 命就是你自己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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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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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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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回来 走 这位台卫大人 可有点小变态啊 哪儿来的镜子 小白 看这是谁啊 你是何方贼人啊 再跟谁说话 姨娘 我是谁 你怎么能忘了呢 我是谁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呀 我 我想想啊 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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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喊了 你也喊了 赵姨娘 怎么 当然大官了 就不认得直媳妇了 啊 小白 好嘞 别动 好好享受下 我的赵大人 你梦 Ari 我想你 我 哼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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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儿 嗯 白公子 咱们都是香取山的故人 何必如此呢 啊 再说了小川 我那时候还是很疼你的 啊 是啊 赵玉娘是很疼爱我的 嗯 疼我疼到给我找了一个 给我瞎黑手的夫君呢 说 二蒙什么人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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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菜怎么卖的 不卖 不卖 你摆什么样 小白 出来了 这盘人够大的呀 摆起来 好 走 你们俩干嘛呢 我们就做点小买卖 走开 简直不手里支 快快快 对对不起大人 对对不起大人 长点心 走 好 行 拜托 老闆 快拔了 咱们 神交了 你 快快拔了 你倆 现在呢 这样呢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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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公子 怎么了 玄珠 玄珠 玄 父亲 您怎么在这儿 来 你没事吧 没事 紫辰 公主 此地妖气甚重 咱们还是速速离开吧 走 让开 让开 落轿 参见二殿下 参见二殿下 赌场无尊碑 只有运气和公平 大家玩 玩 玩 谢谢殿下 参见殿下 殿下今天玩什么 当然是老规矩了 卯速厅 他们都来了吗 来了 请 客官您要点啥 老板 这个 好嘞 到了半天 这家伙是来赌钱的 走吧 咱们进去 你疯了 这么多护卫 在这儿下手 我可救不了你 咱们说好的 现在不是你跟我 是我们两个 小川 不是我说啥 这二盟倒是一点也不傻 赌个钱都能这么多人 护卫自己 我们怎么可能 说我们的废话干什么 你 想不想帮九云带着这儿宝贝了 我 我有一个好主意 什么主意 这个主意又没动静又安全 就是要牺牲一下你 我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就你们这种鸡也行啊 来人呢 上 快拿走 来来来来 我押白鸡五十两 我得夹住五十两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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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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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应该是有痴 我讨论你 得人 我好心 你站着 你都在这一刻 我的天啊 我支えて 我对它们 你被我极了 你还要有 我看 tragedy 有时呔 我都在新娘 你真正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其实比你有心机多了 在他身边多住几日 他若有异动 你定能察觉 公营殿下 公营殿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大师们辛苦了 都入座吧 百里多天 可都准备好了 殿下的吩咐 自然不敢怠慢 那就开始吧 诺 殿下 此物正合我意 够大 够大 够强 那是 属下等为了抓他 死了一个 伤了三个 伤 通通有伤 谢殿下 骗衫 诺 殿下 甚好 甚好 殿下 你乃千斤之体 万不愧以身示弦 怕什么 你们不是号称大师吗 李元强不会像他那样束手就擒等得受死 如果今天 试不了灵灯的法力 还不如死了算 让开 妖魅一切 灵收破树 灵灵的法力 恭喜二皇子殿下 贺喜二皇子殿下 恭喜太子殿下 贺喜太子殿下 多起来吧 谢谢殿下 大妖未灭 现在就 还时候未到 殿下 在朝中上下 有不少不信妖神的老臣 在等您绝起 入主东宫 哦 莫子殿下 有不少 require 你的发簪呢 你不会把它卖掉了吧 那可是燕燕送你的 不要都想了 你赶紧休息吧 这灵灯 果然名不虚传 连上这只大大大妖兽 已经连收了三只妖物 殿下 你可以放心了 此灵灯 买上古法器 能够试出其灵力 也是靠各位大师 吴等不敢贪功 能从香取山老儿那儿 取得神器 证明殿下风云开河 天命相向 我们今晚就去他营里捷营 一举将他灭了 我喜欢二蒙 喜欢二蒙的可爱又善良 你跟他们都不一样 真的吗 那你答应下山跟我成亲骂吗 殿下 殿下 我卧兴长胆多年 也是为了等待这一天 但现在 还不是时候 殿下 这是为何 我在等着那一天 万物一失的那一天 书 乜 你 separation 现在 骑 只此我 做一个 去评 ש 求身 召秀 但是你 , buddy,我 可以 咱们到里边说吧 快进来 走 走 不对不对不对 还是不像啊 差不多行啦 我可没学过什么幻化之术 能变成我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你看 我这卧残是不是都变出来了 我知道了 是你的眉毛 你的眉毛太粗了 就跟两条虫似的 那行 我这眉眉 可是当下最实行的 你闭嘴 知道什么是美吗你 小白 要不 我给你修一下吧 你必须要完全像才行啊 才能成功地混入二皇子府 就修一点 乖 一会儿就好了 就一点 好 我给你一会儿 还得过 我给你一门 我这位 你不许多的 我给你一门 你 我 不是 小川 你快点 你得配合呀 我这手都酸了 我都说差不多就行了 你 我这能变成这样 还能坚持这么久 已经很不错了 你行 你来啊 那我当然不行了 那 怎么样 能不能想 我虽然是个镜子 但是我不爱照镜子 那你看看能不能过关吗 也就一般般吧 这主要啊 还得看我的演技 是是是 白公子 怎么了 你有什么不满意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是想吧 你这伴奏我 想混进二殿下府 那还差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鱼皮瓜子啊 小赵 算你还有良心 等等 赵姨娘 你这个人真的是 蔫儿坏蔫儿坏的 皇室礼仪 姿势体大 你再磕瓜子 也不会在二皇子面前磕吧 你这时候害我们漏馅啊 好你个老东西 你却敢耍完你 当我傻啊你 谈谈 相国大人 里边请 紫辰 请住啊 你快过来 你看 好漂亮啊 来 把衣服穿上 我不冷 来 咱们去那边坐 母亲 你先坐 你就坐下吧 你先坐 坐下吧 好了 快请坐吧 相国大人 请坐 准备这么多菜啊 来来来 咱们先喝一口 暖点身子 来 来 玄珠啊 你可得多敬相国大人一杯 是相国大人千里迢迢 不辞辛苦 赶来救了你的母亲啊 秋华夫人 言重了 在当年 白河龙王 将你们母女二人 从大骊的皇宫当中 救了出来 可现如今呢 白河龙王已经死了 玄珠公主 又是大骊皇室 现在唯一流下来的血脉 我这个老臣啊 做这些 都是应该的 应该好好地保护你们才是啊 多谢相国大人救了母亲 救了紫辰和我 玄珠感激涕零 不不不 玄珠公主 无须多礼 公主 请坐 我哪儿还是什么公主啊 相国大人以后换我玄珠就好 好 秋华夫人 公主 紫辰 你们收拾些衣物 咱们尽快 离开此地去封城 我也安排妥当 好 赶紧人吃饭吧 玄珠啊 这白河冰原虽然贫瘠 可这白河鱼肉却是一绝 可尝尝 以后咱们就吃不到了 嗯 尝尝 果然鲜美 母亲也多吃一点 好 我也来 多吃一点 紫辰 尝尝尝吧 秋华夫人 紫辰今天身体不适 感谢您今天的款待 就先告辞了 这 这孩子啊就这脾气 来来来 咱们吃 好 来来来来来 赵大人 嗯 赵大人 嗯 嗯 赵大人 嗯 定是这儿了 有点最好 一辈子 你还要去吃饭 你会死吗 这儿是什么 还要去吃饭 你会吃饭 你会吃饭 你会给他吃饭 你们会吃饭 你会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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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 来了也不让人通报一声 我 那个 我最近觉得嘴里没滋没味儿的 我就想来问问你 有没有那个 琼花海的云风茶 人嘛 就这一馋 就忘了礼数了 原来是香取山的物件 姨娘 是不是也有点想念香取山了 那是 属下为了您可没少在香取山吃苦 哦 不对啊 香取山这茶 一年才闪十几斤 这下人们 是无缘品尝的 那还不是小川儿 小川儿给我从傅九云的房间顺的 顺的 说得也是 川儿啊 真是一段让人回忆的日子 殿下 属下还有要事在身 就先告辞了 等等 您不是要查吗 我这刚好有 有空啊 不让人给您送到府上 哎 等等 姨娘 你不说啊 我还忘记了 你帮我回忆回忆 那个傅九云身边 若不经风 娇柔造作 娘里娘气的小白脸 叫什么来着 叫白公子 对对对 白公子 不知道现在是死是活 赵姨娘 看她干活还挺勤快的 如果到我府上做个丫鬟 也是不错的 是 殿下 属下还有要事在身 就不久留了 等等 姨娘 我还有一事相求 帮我把灵灯取来 灵灯 是 这灵灯在我府上 数大招风 引人耳目 我想请你 放到你府上 好生保管 说下明白 嗯 那 灵灯在哪儿啊 灵灯啊 在那儿呢 那 我去拿 国民民党 都在哪儿呢 再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